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内幕节目,我是宇童 本节目自开播以来,不断收到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鼓励与支持 在此,宇童仅代表我们制作团队的全体同仁 向大家由衷地表达感谢之意 谢谢你们的支持与鼓励 我们会更加努力地做好节目 以回报大家的爱护与支持,谢谢 今天聊两个话题 一个是中共央视播出前所未有的一幕 令中共为习近平精心打造的光辉形象遭到彻底破坏 我们把这一内容放在节目的后半部分 请大家不要错过 另外,中国大陆一个重要的外交和国际关系学者 最近有一段发言,谈到了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 其中透露的信息非常重要 我们结合这个发言,和大家深度聊一下这个话题 让我们先来进行第一个话题 王基斯是中国大陆重要的外交和国际关系学者 2008年至2016年承认中共外交部外交政策顾问委员会委员 在政治上被认为有一定的影响力 是中共决策层咨询的对象 他也是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的创始院长 4月3日,王基斯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拉扰勒南国际研究院的讲座上公开表示 中美关系恶化的癥结在于各自的国内政治问题 再多的对话都难推动两国的关系改善 王基斯说 中美关系恶化的癥结在于各自的国内政治问题 那么中共国方面的癥结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先留在这里 我们接下来会进行分析 王基斯谈到 中国国内的普遍看法是 中美关系处不好是因为中国崛起 美国衰退 中国迟早会在大国竞赛中胜出 因此无需再韬光养晦 但他不十分认同这个观点 那么问题来了 以王基斯的背景 他所说的普遍看法 所指的对象显然不是一般小粉红 而是中共的一定层级 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习近平是否认同上述观点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习近平就是认为中共已经无需再韬光养晦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因此王基斯的话里的深沉意思 等于在说他不同意习近平的观点 根据我们的观察 在中共党内目前存在着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应该继续对美国韬光养晦 等待时机 等待中共真正强大起来 再和美国亮剑 另一种是无需再隐藏自己的战略意图 可以公开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认为中共现在已经有实力 对美国及西方世界亮剑了 这两种观点 其目的都是为了中共最终击败美国 只不过实现的方式不同 对当前形势判断存在不同的观点 因此不要因为王基斯不同意习近平的观点 就对他产生误解 王基斯接下来的话 就是明显的中共观点 他说 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共识是 用攻击中国来团结美国 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对华立场也一致 同样的 中国也因为美国这个外在威胁而团结起来 他还说 他们谴责中国 有他们的政治正确性 我们谴责美国 也有我们的政治正确性 让我们来看看这段话 首先 王基斯所说的完全不是事实 美国并非用攻击中国来团结美国 而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今天已经全部意识到了中共的真正威胁 不是美国用攻击中国来团结美国 而是中共日益暴露出的野心 终于惊醒了对其抱有幻想的美国人 包括那些拥抱熊猫派 那么王基斯所说的 中国也因为美国这个外在威胁而团结起来 这句话就非常有意思 严格的说这是一句中共黑话 为什么这么说呢 让我们来看看历史 由冷战之父之称的乔治凯南 曾经在1946年发出著名的长电报 深入分析苏联的内部社会和对外政策 他的另外一篇文章 苏联行为的根源 发表在外交季刊 1947年7月号 他在文章中署名X 进一步阐述长电报的内容 这篇文章中的一些内容 对于理解当今的中美关系 对于理解中共一些政策背后的深层逻辑 包括理解王基斯的这段发言 都很有参考价值 凯南说 苏尔特别强调基本的共产思想概念 资本主义世界与共产世界对立 有足够证明显示 莫斯科强调 外国威胁苏维埃社会 并不是真的外界有敌意 而是为了替国内独裁政权的正当性找借口 请注意最后这句话 是为了替国内独裁政权的正当性找借口 也就是说强调美国威胁是苏联的政治需要 凯南还说 苏维埃政权必须将矛头指向国外的资本主义威胁 才能继续独裁 我们今天所认识的苏联政权 就是苏联不断追求国内的毫无限度的权威 并因此谎编受外界敌视的神话 所打造出来的结果 苏联政权就是这样建立在党的铁的纪律 无所不在而严厉的秘密警察 以及牢固的国家经济垄断的基础上 今天苏联主要的政权机关 都致力于使独裁制度更争完善 并维系一种观念 即俄国被包围着 敌人就在城墙下 看看这段话 再想想王基斯所说的 中国也因为美国这个外在威胁而团结起来 似乎就有点理解了 王基斯还说 我们谴责美国也有我们的政治正确性 众所周知 在中共治下 所谓的政治正确性 其实都是中共宣传系统操控的 其实根源还是在于中共最高层 还是来自于习近平的整体思路 也就是说 谴责美国是习近平当局的政治需要 对于这一点 此前不久 习近平亲自公开点名批评美国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这从某种角度来说 就是习近平为中美关系的发展 对中共外交定调 根据乔治·凯南这段话 对于王基斯所说的其他一些内容 就更好理解了 王基斯说 中共领导人让国家安全 成了治理中国的关键范式 中共之所以把重点放在维护国家安全 是受内部和外部威胁的看法所致 此外 这还可作为对冲合法性风险的策略 并确保当国家从发展优先模式转移时 中共在国内继续获得支持 请看这段话 国家安全 外部威胁 再来看看凯南所说的 俄国被包围着 敌人就在城墙下 可以说如出一辙 还有后面这句对冲合法性风险的策略 也就是说为独裁寻找合法性 至于说确保国家从发展优先模式转移时 中共在国内继续获得支持 王基斯这些话 用凯南所说的 必须将矛头指向国外的资本主义威胁 才能继续独裁 是为了替国内独裁政权的正当性找借口 就完全可以进行解释 也就是说 中共谴责美国 是为了其在国内从发展优先模式转移找借口 寻找合法性 王基斯类似的话还有 中共二十大之后 总体国家安全观成了决策的指导原则 安全压倒一切 将继续行述中共应对国内外事务的作风 这个观念将加速执行 并在习近平任期之后继续沿用 王基斯还说 我和一些决策者谈过 他们说 对那些试图遏制中国的国家 我们要怎么改善关系呢 这段话其实说明 中共方面不是无法同美国改善关系 而是根据政治需要 不想改善关系 所以中共近来不断强调斗争 我们在这里之所以要对这篇文章进行分析 是因为王基斯的上述观点 虽然都是站在维护中共的角度 但是罕见的涉及了一个根本的问题 也就是习近平对中美关系的深层看法 弄清这一切 才会从各种眼花缭乱的政治新闻中 看出中美发展的总脉络 下面再来说说我们节目的另一个主要内容 4月11日 中共央视国际视频通讯社 在油管频道发布独家视频 对全球播放 当视频播放到第9秒处时 引人关注的一幕开始了 请注意 我们说的是开始了 惊人的一幕还在后面 视频第9秒处显示 习近平头上的白发在画面中分外显眼 似乎与其平时的官方形象不太一致 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要知道 中共官方喉舌对于这些宣传内容 都是反复审核才公开发表的 目的就是塑造中共领导人 所谓光荣伟大正确的形象 但是在这个视频中却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一幕 当视频播放到17秒时 镜头中的习近平不仅白发苍苍 而且头发凌乱 这也显得他面部浮肿 面容憔悴 然而惊人的一幕 在视频播放到25秒时出现 可以说从未有过 只见习近平头发更加散乱 白发更加明显 与平时相比 似乎突然苍老了好多 再看看习近平周围的众官员 以及讲解者 头发都很正常 让习近平的迥态更加明显 我们发现 对于这一幕 中共央视还给了足足三秒钟时间 来了一个充分展示 颇耐人寻味 假如让我们对比一下 中共新华社发出的照片 感觉就会更加明显 至于中共央视 在这个面对全球播放的独家视频中 为何大爆习近平迥态 非常耐人寻味 这一下让中共官方为习近平树立的光辉形象 瞬间破坏殆尽 不知您对此怎么看 欢迎留下评论和大家分享 假如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帮助我们点个赞 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二和周五固定播出 以上是今天的中国内幕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